來啦 媽 你下來是要不要 高高大樹上 一名男子爬上最頂端 看了讓人心驚膽跳 不論袁瑾好說歹說 他就是不肯下來 還叫袁瑾開槍打他 那你沒有紅包一圈嗎 沒有 他要打什麼 他就好像把他打下來 我都那麼高 我不會打 男子行徑讓袁瑾哭笑不得 就在27號中午 嘉義市火車站旁這棵大樹 60歲的男子就爬在上頭 嘴裡還念念有詞 不斷摺樹枝丟向路面 插點砸中經過了歧視 最後還是乖乖自己爬下來 原來男子是喝醉酒 跟朋友起爭執 竟然負氣爬到 兩層樓高的大樹上 我是一名男子疑似 酒後跟朋友吵架 一時父親 爬到市區上一個大樹障 出境的民眾健壯心生畏懼 立即包含處理 大馬路上上演爬樹鬧劇 但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男子在三年前也同樣爬過 同一棵樹 大批錦銷花了好大功夫 才把人給救了下來 這個人要聽你噴口金 下來就來啦 對啦 噴口金 你做得噴口金的就要噴龍車 噴龍車人要多人要聽 兩度爬樹險像還生 只是跟朋友吵架就上演 爬樹鬧劇 幸好父親上樹安全下來 特殊的發洩行為 讓人無法理解 記者侯郭文在一報道